歡慶兩歲生日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今年以全民抗疫守護健康為主題 秉持著救急救腦救心救命的理念 持續守護在地健康 中醫大紀醫療體系董事長蔡長海表示 未來醫院也將積極結合學界 醫界及產業界三方面 全力發展尖端醫療 人工智慧醫療 精準醫療及生醫產業 未來我們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提供更多的經費 來聘品好的醫療人才 為病人服務 第二個我們準備再採購 更好的醫療設備 像我們新資附近沒有了達尾溪 還有直指致癌的設備 那這些設備當然經費蠻多的 可是中國藥大學董事會 一定會全力來支持 那第三我們準備 因為我們的醫療 以醫療來帶頭來發展生醫產業 我們準備跟新竹這些科學員區 還有交通大學 跟我們合作發展生醫產業 希望能夠提供我們新竹 鄉親的一些就業機會 那同時我們不忘記 我們是大學 我們有社會企業的責任 所以我們對一些弱勢團體 弱勢的變換 我們會提供一個 醫療的補視計畫 對於中醫大新竹副醫的在地付出 新竹縣長楊文科給予滿滿的肯定 期許醫護人員也能夠持續秉持著 以病人為中心的使命 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和高水準的醫療 照顧偏鄉承擔起社會責任 我們非常感謝中國醫 因為它地方上的醫療服務措施非常的好 那我們也感謝中國醫 它在今年六月 因為這個新冠肺炎 它也成立的被指定為 這個檢驗的一個機構 來幫助我們來試儀 所以中國醫真的是貢獻非常的多 同時中國醫它也投入了 非常的多的資本來添購設備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教學醫院所做的一些手術 比如說開心的手術在這邊也有 所以我想她同時蔡董事長也說 她要添購達文西的設備 以及未來還有植子設備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 在第兩年中醫大特色醫療 繳出亮麗成績單 接下來新竹副醫也將以國際醫學中心為目標 未來規劃引進達文西機器手臂 並建置微創手術中心 急重症中心 早期療癒中心 以及眼科的黃斑部治療中心等等 要為在地民眾提供更完整高品質的醫療照護 凱破新竹簡書期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